老婆 走 睡下去了 天都没黑 睡怎么觉啊 没黑 但是我们先睡觉嘛 等会我们再出来弄饭吃嘛 你有毛病吧 怎么了嘛 走啊 大白天睡怎么觉啊 天也是马上黑了呀 我要煮饭给小孩吃啊 我们先睡觉 一会儿再来煮吃嘛 你要睡 你自己睡啊 你干嘛老叫我睡觉啊 我是叫你去睡 然后我们再要个二胎 鬼啊你 什么鬼嘛 我们去要个二胎啊 你看现在我们只有一个小孩 这怎么能行啊 怎么不行啦 你好好培养他 长大了他照样对你好 要那么多干什么啊 别人家都是生两个三个的小孩 你看我们家只有一个 而且一个女孩啊 以后都没有人给我们养老啊 我们小孩要嫁出去的嘛 我都说啦 只要你对他好以后他也会对你好 我生的时候很痛 我不想再受这种罪了 这哪是罪啊 你看现在只有一个女孩 我们要个男孩 现在谁家都有个男孩是不是 你好搞笑啊 你想要男孩就会来男孩吗 要是再次跟女的怎么办呢 那要是女孩 我们在要啊 我们一直要啊 我这是抛腹肠 人家抛腹肠 要隔三年才能要一个知道吧 可是你看我们小孩也已经三岁了 真的可以再要一个了 可是我不想再抛了 我也不想再生了 真的很痛 痛你怎么那么矫情嘛 别人生孩子痛都能忍 你痛为什么就不能生了嘛 这不是巧不巧情的问题啊 别人生小孩 痛了又生痛了又生了呀 很多人生了一大堆一大堆的 那生的人不是你 不受罪的人也不是你 你肯定无所谓啦 这生小孩本来就是人的一个自然循环 你知道吧 你不生小孩怎么能行啊 那别人的老公一个月挣几万 你怎么就挣不了啊 你还好意思啊 别人能生 我怎么不能生 你怎么好意思说出这种话 你不要拿我跟别人的老公比 别人老公能伤患 那是人家有能力 我没那个能力啊 那别人老婆能生 那也是别人老婆有能力 我也没那个能力 可是生小孩他是属于大自然啊 自然循环啊 知道吧 什么大自然啊 受罪的不是你 有些人他生五六个七八个小孩都有 为什么你呢 只生一个就不敢生嘛 我就想好好培养一个就行了 就是干净的 你这什么人啊 你看我们啊 我们那老一代的啊 都生了十个十一个 是不是 我生不了 你为什么就生不了嘛 抛妇产又不是小手术 我跟你讲 抛妇产打麻药 有的人打了那个脚就没知觉了 直接就残废了 就残疾了 就残疾了 抛妇产也不动 人家也是给你打麻药的呀 打麻药的时候不动吗 你说的那么轻松 那你多抛两次就行了嘛 还多抛两次 别人生孩子 抛妇产也是可以多生几个的呀 你要生自己生我生不了 有些人生孩子抛一次 生第二个又抛两次 这样子 有些人生三四个孩子 抛三四次都没事的 就你这个 交情很容易 我交情行了吧 你说了不生 你不生 那我没有儿子呢 怎么办你说 快起来呀 我都说了我们好好培养女儿 女儿照样跟儿子一样 那不一样的 有儿子呢 儿子要陪我们到老的嘛 女儿的话 他长大了 他就要嫁出去了 那也不一定了 什么不一定 你这个人怎么就 看了问题一点都不长远嘛 你看了长远了 你看生儿子也不一定孝顺了 现在社会啊 儿子还没有女儿孝顺了 我觉得 那就要多生几个 一个不孝顺 第二个孝顺嘛 这样子 是不是嘛 我们是四五个五六个小孩 不可能没有 全部都不孝的 你当我是猪啊 这是跑步展 不是开玩笑 跑步展又怎么样啊 跑步展 人家打麻药 你又不疼 不疼吗 打你试试啊 你去打去 人类的大自然循环 就是要生小孩 我不想跟你说话 赶紧走 走跟我去睡觉 等会我们再来弄饭吃 走开 我不要 就去睡觉 等会我们来弄饭吃 我不要走开 你们有个小孩 是吗 有毛病啊你 你要要你自己要 说得那么轻松 你不要是吧 那我们离婚 我自己再找 另外 我自己再找我新老婆 给我生孩子 随便你像你这种男人 没人愿意嫁给你 你以为没人嫁哦 愿意嫁的人多了 你看我长那么帅 就你这个思想 谁愿意嫁给你啊 就我长那么帅 然后我工资一个月四五千 好早的很 我告诉你 那你找嘛 你以为我找不到 愿意给我生小孩的人 多了 去了 反正呢 我必须要有个儿子 我找别人给我生 随便你啊 我告诉你 我找新老婆给我生儿子以后 她不会养你的 以后你老了 没人跟你养老的 嗯 那我们离婚啊 告诉你 你就离啊 我找新老婆给我生儿子 随便你 姑娘跟我啊 随便你啊 姑娘跟你那当然是跟你啊 为什么要跟我啊 绝对不可能跟我啊 反正她长大了要嫁出去的嘛 我要的是儿子 要是她 是儿子 是男孩的话 我死活都要在我身边 你滚 是女孩才要给你的啊 你滚 那我肯定走啊 明天就去离婚 嗯 一定离 离定了 我找新老婆给我生儿子 而且生一大堆 傻子吧 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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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ận